说起殡仪馆,大多数人都觉得那里很晦气,所以极少有人愿意去殡仪馆,而对于殡仪馆的一些禁忌也毫不知情,比如殡仪馆下午都不会火化,不能摸死人的脸等等。 那么殡仪馆为何下午不火化呢?为什么会有这些禁忌呢?您知道原因吗?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很多殡仪馆都有着规定,那就是下午晚上不火化遗体,所以在殡仪馆工作人员在上午比较忙,到了下午晚上就很空闲了。 这是为什么呢?一般认为一天之中,下午晚上的阴气都会比较重,而早上和中午的阳气最省。 因为过了十二点阳气减弱,阴气加重,怕有一些不该有的现象发生,所以大多数人都选择在早上中午火化遗体。 人们对于这些比较敬畏,过去的人认为下午开始阴气便比较重了,这个时候便不能烧尸体,晚上那就更不行了,晚上阴气更重。 随着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讲科学,不相信这些迷信的说法,病仪馆当然也就不会管这个禁忌,只要家属要求下午也是可以烧的。 值得一提的是,一般来说,没人肯让火葬下午烧,因为人们虽说嘴上不信了,但是骨子里还是存在着一定的敬畏,即使自己不信这一套,但是也会默默遵守,毕竟也没什么影响。 而且,根据这个特点,殡仪馆还衍生出了八个禁忌。 殡仪馆的禁忌 一,在殡仪馆中你若是想上洗手间的话,就直接说去洗手间,而不能说是去化妆间,因为在殡仪馆中有很多的幽魂一直在游荡, 他们即使是被火化之后,也不会马上就离开人世,他们的魂魄还是会在世间停留一段时间的,所以在殡仪馆里面化妆室是不适合说出来的。 在殡仪馆中化妆室是个给死人化妆的地方,和厕所是不一样的。 二,火化的时候,绝对不能说话,不能够指点所有试者遗体或者遗像,灵位。 三,火化炉,停时间,女人,小孩,老人绝对不能进入。 三,在殡仪馆,殡仪馆里面不要东张西望,到处乱走,乱坐,尤其是类似病床的东西,阴暗的地方,或棺木旁。 四,不能乱说话,尤其是带有死字的话,在殡仪馆内坚决不能说,这些是非常不吉利的。 五,在殡仪馆中不能大声说自己的名字,否则会被鬼魂惦记。 六,对逝去的人一定要尊重,不能说任何不利于逝者,或是不恭敬的话。 七,在向逝者告别的时候不能够说话,要保持安静,手机也要调成静音,不能喧哗。 八,在将遗体送去火化的路上,不能将眼泪滴在逝者的衣服上,而且也不能摸逝者的手。 九,在殡仪馆里不能够东张西望,四处乱看,也不能随便乱做,尤其是在阴暗的角落里不能带。 十,不能在殡仪馆和殡仪馆中念佛经,否则只会弄巧成桌。 十一,在殡仪馆中是不能够哭的,否则逝者会不愿离开。 十二,回家后,先在家门口跺脚三下,有带伞的就张开甩一甩,再进家门。 进家后,首先要照照镜子,最好沐浴。 沐浴更衣后方可抱小孩或健体弱智长辈。 那如果触犯了禁忌,会怎么样呢? 下面给大家分享一个网友的故事,大约是小学六年级寒假的事。 那天早上,我奶奶起床后告诉我们,她昨晚上做了个梦,说梦到了一个老朋友来看她,她还拿了豆浆油条招待她。 那个朋友吃完后,对我奶奶说,我要走了。 我奶奶说道,这跟我们说她可能是要死了,来跟我道别了。 我当时很不以为然,一个梦而已能代表什么。 然而当天傍晚七点,新闻联播的那个经典的片头曲刚开始,家里坐机就响了。 奶奶刚好路过,顺手接了,挂了电话告诉我们,说是她昨晚上梦到的那个老朋友家里人打来的,老人家前一天夜里走了,现在在定义馆让我陪她走一趟。 是不是感觉很神奇,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和奶奶到了殡仪馆之后遇到的事,准确地说应该是我遇到的事。 当时奶奶在大厅里跟家属聊天,我闲着无聊就到处跑。 然后在烧纸钱的地方,看到有个人在烧纸扎的房子之类的,我看了一会,还是觉得无聊,就在那个地方瞎走。 走着走着,我就走出去了,因为年代比较久远的原因,烧过的纸钱灰加上黄泥,把那一片堆积成了小山包的样子。 我脑子一抽,就爬上去了,绕过一个小山包后看到了一个人,他全身都是黑色的,看不清样子,手里拿着根长条物体,在地上翻找着什么,他的身后还有几根立着的木头,已经被火烧成了焦黑色。 当时感觉有些奇怪,就仔细观察了一下他,可是无论我怎么看,都看不清他的样子。 我就想着是不是离路灯太远了的原因,就回头看了下路灯,才发现我不知不觉间已经走出来很远了,当时心说得赶紧回去了。 这个时候,我再把头转回来,突然就发现那个人已经不见了。 我当时面对着的就是殡仪馆的围墙了,等于是死路,它是怎么消失的。 如果是翻墙的话,四周鸦雀无声,没理由我会听不到声音啊。 想到这个时候,我已经开始慌了,猛然想起来这里是烧纸钱的地方,谁会在这拾荒啊? 我当时吓得后背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把腿就跑,找到奶奶的时候,双腿都还有些发软。 我找到奶奶说,奶奶我们快回去吧。 我奶奶当时在跟一个阿姨说话,听到我说,要回去就仔细看了我一眼。 我奶奶这个人是比较迷信的,加上我小时候身边确实也出现过不少灵异事件。 估摸着我可能是看到什么了,也没说什么就带着我回去了。 走的时候,我靠着奶奶,还心有余悸地偏头看了一眼那个地方。 不过事情还没完,第二天我就发了高烧,烧得很严重,几乎全天都处于昏迷状态,清醒的时间很少。 家里人趁我清醒的时候,硬是架着我去打了针,还给我喂了药,然而一点好转的迹象都没有。 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到底烧了多久,只记得又一次清醒的时候,我听到奶奶在客厅里骂,这死姑娘肯定是那天晚上惹到了什么,才会这样的。 我看她慌慌张张地跑回来,就知道肯定不好了。 我爷爷一向不太相信,这一套就反驳说我只是生病了而已,怎么可能就是惹到什么了? 还不就是惹到病了,估计就是被寒风吹的。 我奶奶又说如果是风吹的,怎么吃这么多药,还打了几针,都一点好转不了。 我爷爷被问住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就说不行送去大医院看看。 我奶奶又说等会她清醒了,我问问她。 我听到这硬撑着从床上爬起来,刚走出房间, 我奶奶就直接问我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当时我又开始迷糊了往沙发上一摊, 然后迷迷瞪瞪地跟奶奶讲当时我看到了什么。 我奶奶听完后说了一句,你看我说什么来着。 之后的是我已经没有记忆了, 在有意识的时候被奶奶叫醒的,时间是午夜十二点。 奶奶叫我跟她下楼去,我说我都成这样了,哪还有力气下楼啊。 我奶奶跟我说你起来试试看能不能走,不能走我再想别的招。 我听她这么说,没办法,只好逼着自己站起来,扶着墙一点一点地挪。 耗费了好大的劲才走到楼下,这时我才看见奶奶在一个旁边的路口上摆了一些水果和香煮纸钱, 然后她让我对着那堆东西跪下道歉说好话, 我跪下后问我奶奶说什么好话呀。 奶奶说,你就说对不起, 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原谅我之类的,边说边磕头。 我照办了,一边说我奶奶一边在旁边烧纸钱。 烧完之后,奶奶说可以回去了,还告诉我叫我别回头, 我说好,然后和奶奶一起往回走。 刚开始还好走着走着越走越累,身体越来越重,尤其是上楼梯的时候, 刚上去没几阶我就喘着粗气,说我实在是走不动了让我歇会, 奶奶让我坚持一会告诉我到家就好了。 走到最后几阶的时候,我说我不行了, 感觉像有几十个人拉着我一样, 奶奶你先回去吧,我做一会就爬上去。 奶奶不让,依旧让我再坚持一下, 并且再次警告,我让我别回头。 我一看没办法了,干脆一咬牙, 使劲用双手死死,拉住楼梯的铁扶手,死命往上挪。 好不容易才上去了,当时的我还要靠着墙才能站立, 奇怪的是一踏进家门,瞬间就感觉轻松了, 力气逐渐开始恢复精神也好了很多。 站了一会后,居然不扶墙也能走了。 这时,爷爷告诉我说, 我房间里给我砸了米, 让我先去睡,说睡醒了就好了。 第二天,我醒来后,真的好了稍夜退了, 除了有些虚弱以外,没什么别的了。 从这个故事可见殡仪馆,禁忌真不能触犯啊。 在中国古代,古人对于生和死几乎都放在了同等重要的地位, 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 古人对身体完整性的重视,成了主流共识。 《孝经》中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笑之时也。 这也是古人之所以具有火葬的条件, 而不选择火葬的主要原因。 但印光法师曾说,自佛法东来,僧皆火化。 而唐宋重信佛法之高人达士,每用此法。 以佛法众神时,唯恐担住身躯,不得解脱。 焚之则知此不是我,而不负担着。 又为诵经念佛,欺证法身。 佛教提倡火葬,乃不重皮囊,若埋土中, 唯恐死者执着于其形骸肌肤, 以致不能解脱,故以火焚之, 则不眷恋而知四大皆空。 在那个时代,佛教僧人去世以后, 却选择火化的方式来处理遗体, 和和慈悲的佛教, 看起来如此离经叛道,又是什么缘故? 大家都知道,僧人们在元祭之后, 也就是生命结束的时候, 一般会采取火化的方式。 火化在佛门中,我们称之为土皮, 就是把肉身烧成一把灰, 然后集中安顿在一个地方, 非常省地方。 佛教僧人自古以来用火化的方式来处理遗体, 原因是不是在古代, 僧人因为不受待见, 所以要离开得干净一点, 去世后变成一把灰随风而逝。 其实不是, 恰恰相反, 佛法提倡的从来都是重生不重死的一个态度。 所谓的重生不重死, 是指我们一定要在我们还能活着的今天, 找到自己活着的意义。 俗人火化, 法师多半在死者遗体, 排位之前开示, 类似某某居士或者女居士。 今日火化, 且听我言。 金刚经约, 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享受之时, 以虚色身, 且尝因果, 且修福田。 射报之后, 无用屈窍, 当作灰烬, 还归苍天。 某某居士或者女居士色身皮囊, 聚烧已毁, 真灵佛性, 仅存无坏, 遍布法界, 无去无来, 不生不灭。 那么俗人去世后选择火葬, 死者会不会痛苦? 其实, 人去世后二十四小时内, 灵魂就已脱离躯体。 三魂中的一魂, 在死亡那一刻已飞离肉身, 去阴间报道, 另外二魂仍游走于遗体百公尺内。 人去世后, 因灵魂已脱离躯体, 早已失去知觉, 因此选择火葬时, 死者他并不会感到痛苦。 其实生者无需再意为死者选择土葬或火葬。 葬事虽然不同, 本意一样, 亡灵并不会因葬事不同而有别。 如果俗人去世后选择土葬, 遗体难免会遭虫咬事, 这对死者是不是不敬呢? 为人子女替离世的父母选择土葬, 需不需要为此担忧? 不会。 人的躯体只是肉身寄居于世上, 一旦死亡后, 灵魂离开躯体, 肉身也就失去知觉。 人有三魂, 其中一魂在死亡那一刻, 就已离开躯体到阴府报到, 另外二魂则游走于第三度空间, 居住在灵的世界里生活。 人去世后土葬, 遗体难免会遭虫咬事, 这是因为肉身一定会腐坏。 然而,眼不见为静, 生者无需对死者有不静的感觉。 为人子女最重要的是在父母生前尽到奉养孝顺的责任, 而不需要太为父母去世后的安葬方式担忧。 丧礼时亡者家属常焚烧纸壶的轿车, 阳楼、婢女、电视等给死者, 究竟死者收得到这些东西吗? 丧礼是办理死者有观葬仪祭典, 为死者祈求名符, 由道士依宗教仪式引导死者灵魂归因, 以便再重新投胎转生。 在葬仪的过程中, 有一项程序就是把纸壶的纸屋, 纸人烧到阴府, 给死者祝贺差事。 这是生者对死者追思, 供养的心意表达。 以前只有绕纸屋, 纸人, 近年来因社会物质条件改变, 烧给死者的东西, 也增加了纸壶的洋楼, 电视, 轿车。 生者希望死者在阴间能享用, 这是属于精神传递的作用而已, 实际在阴间并不能享用到这些奢侈品。 人离世以后, 丧家总会医俗, 请道士来念经超度, 可是请来的道士, 有的看着吊儿郎当, 他们真能超度死者吗? 要怎么才能找到适当称职的道士呢? 道士是人与神鬼的媒介, 古代被称为道士的皆具有相当道德修养, 是称为道士。 他的德望可以感动鬼神, 而在鬼神人之间扮演处理纠纷的角色, 化仇愿为友谊, 令神鬼人均成福, 因而道教的道士在社会上有很高的地位, 深受民众敬仰。 生者求神赐福以及驱邪压煞, 藏仪为死者祈求名福, 都是道士的工作。 现在的道士, 有的人在怡荣, 举止上师之草率, 使个人修养及敬业精神不够所致。 丧家或前往调位者, 往往被这类道士惹得心烦, 甚至影响了伴丧事场面原有的端重, 严肃的气氛, 因此道士地位慢慢没落。 道教界对此已有检讨, 透过行驾指引, 可找到称职的道士。 人离世后入恋是否一定要穿寿衣? 一般穿日常衣物行不行, 原则上人离世之后, 灵魂即脱离肉身。 由于灵魂不易, 有肉眼的见, 而遗体尚未腐烂之前, 亲属仍对其有亲切感, 因此尊重遗体, 也等于尊重死者, 在中国人死为大的传统观念下, 本是极其自然的。 因此, 人离世入恋之前, 亲属首先应将遗体擦洗洁净, 是否穿上传统兽衣, 倒不必执着。 死者生前日常衣物, 只要整齐清洁, 穿戴在死者身上显得庄严体面, 不致使前来吊际亲友感到恐怖即可。 如果命运可以左右一个人的喜悲, 那么人可以改变命运吗? 神可以改变人的命运吗? 要怎么改变? 命运是每个人一生的蓝图, 佛家说因果, 老子说自然, 它虽是一个既定的蓝图, 注定喜怒哀乐应受的路程, 但一定有改变之途。 命运向佳可以为人改变吗? 神佛可以为人改变吗? 答案是不可能。 要改变命运, 一切要靠自己。 神改人的运气是要人去做善事, 积功德, 然后用功德来弥补自己的缺失。 而路是自己走出来, 自己想通过的, 可过,不可过, 只有自己最明了, 譬如面前是大海, 再走一步便要落海溺水, 你一定要改到走过。 所以命运一定可以改造, 但是一切要靠自己去改造, 多养善根, 多赔得树, 便可改变一切命功的运输。 如果人的命运真的在出生, 一刹那就已注定, 那么是根据什么注定的呢? 因果, 业障之说可靠吗? 命运使人的一生自出世到年老临死时, 所受喜怒哀乐过程中的定律。 命向师大都根据人的生辰八字做基准来推测人的命运, 其实生辰八字的命运只不过是一个公事论而已, 人生的多种际遇和言行都会使命运自然而然发生改变。 有人打着查看因果, 消除业障的招牌, 替人解恶制化, 试图改变因果循环的轨迹, 此事若真, 是问冥司的法为谁来定, 那么, 菊罗王在冥府做什么打算, 是人可以预先得知, 那阴间就真麻烦, 一定是大乱了。 所以命运是要靠自己去设计, 去改变的。 中国传统文化当中, 大家知道儒家有一句话叫招文道, 稀死可以。 这里也是指我们每个人去找到自己存活的意义, 找到我们人生能够与这个宇宙世界相融合的一种方式, 去找到我们的心, 能够与我们的现实生活 相连接的一种平衡。 所以佛法提倡的重生不重死, 指的是我们在现实世界当中的身心安顿。 我们先不要问我们去世之后去哪里, 我们去世之后要如何对待我们的色身。 我们不妨先问自己一句, 就在我们依然活着的今天, 我们应该如何去对待。 面对我们所处的这个迅速更迭的时代, 我们如何去安身立命? 我们如何去找到自己人生的小情怀? 如何去融入整体的大情怀? 如何去找到我们个体应该存在的一种状态? 然后再去思考, 作为一个个体在整体当中应该去扮演的角色和承担的责任。 所以, 大家不妨都问问自己, 我们把今天的日子过好了吗? 我们把今天这颗躁动不安的心安顿好了吗? 所以, 佛门当中提倡的这种火化的方式, 它是重生不重死, 重视我们在当下的自在与解脱而传递出来的一种洒脱的态度。 我们所拥有的种种, 无论是财富、名利、眷属、荣耀, 这些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 它只是我们存在于世间时伴随我们, 跟我们产生了关联而已。 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洒脱, 在有生之年去完成我们的有生之事, 到了人生的终点, 我们也可以毫无遗憾地说一句, 潇洒作别, 一片云彩也不会带走。 这就是佛门所提倡的, 面对生命真实的态度。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记得点击订阅, 并分享给您的朋友, 我们下期再见。